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 大革命 那我們就去做 去去找那個誰啊 要什麼名字啊 貓星 你還要什麼啊? 管家 管家 你不是在這裡 誰會做到你的工作 你 鞋子需要洗澡 快來吧 快來吧 當然 先生 我來吧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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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重要 喔 冷靜一下 那帖子不能達到Mosser de la Serre 如果你跌倒了充電 我給你 你必須得到今天 很重要 很重要 我聽到你第一次 我會看到你 我會看到他得到 Mosser de la Serre Mosser de la Serre 停 Mosser de la Serre 2 2 2 我沒有拆好 乾坡 一張 一張 誰在營車輪圍 她是車輪圍 很不錯 エレ 阿瑰! 阿瑰! 来吧 Monsieur De La Serre 申請解釋 我沒有追錯台 我需要的是一隻眼睛的視頻 我想說一下的是,看來Abstergo把歷史都放在資料庫裡 方便你可以一邊東奔西跑,一邊細細閱讀 只不過很可惜他們的史全家給的東西好像有點... 可以說他們的觀點有點特殊 很希望讓別人都能接受 我的意思是他們是聖殿騎士 所以也像聖殿騎士般思考,然後欺騙那些聖殿騎士以外的人 所以我會先看一遍,然後再加上注視性的注角 讓你可以得到多一些平衡的觀點 總之我會盡量保持平衡 這是我的目標,平衡的觀點絕對值得努力實現 或者至少想辦法到達 還是我就嚴禁於此吧 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判斷 此外,我絕不是在雞蛋裡挑虎頭 畢竟他們已經做出很大的努力了 但是他們寫這段歷史的方式 還是跟課本一樣枯燥乏味 用老吊重彈的口吻講著毫不新鮮的故事 然後還怕不夠空躁一樣 再省略不說,任何會引起你興趣的東西 所以至少讓我嘗試把歷史擠出多一點可看性來 不過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幹這種磁力不太好的事了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悲慘世界 我是尚恩 聽說我只想釐清一件事 因為每次都有人提到法國大革命 其他人就會眼睛一亮 開始用又說又唱的怪異方式冒出 你敢有聽著咱的歌 然後我還要聽他們用糟糕的歌聲唱出那首糟糕的歌曲 害我開始認真想把我的手指放在門縫裡夾好 讓我分心去想別的事 法國大革命就是你進去的地方 是在1789年開始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悲慘世界由維克多與果所寫的小說 後來被某人,應該很討厭我的人 想讓我一直生不如死而改成音樂劇 他的故事是設定在1815年到1832年之間的發力 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革命 拜託不要再去找主角上萬強 好嗎? 他不是這個時代 不管怎樣,我比較喜歡貓 故事還比較可惜一點 貓我之前上通識課的時候有看過 我剛剛看了 我覺得還不錯看 然後我們有一個老師啊 他很喜歡看那些音樂劇 然後看到的話還想要找我聊天 可是我實際上同時可能還沒有很懂 他在這塊教堂,我已經爬過了 啊!下放下放! 對 我應該爬過了吧 我應該爬過了吧 那應該俯瞰點沒有錯吧 找到了 找到了 誒 美龍往前 R二加圈 我之前其實就已經發現了 向下移動 向下移動 喔! 可以這樣子喔? 果然還是應該要先噴焦雪嗎? 穿過擁擠的人群 結果結果 並且停止 並且停止 就離開 離開 沒有空 往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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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走 我要怎麼 走到 預測區域啊 這裡嗎 尋找一樓的座位區 在這裡這樣蹲著走 好奇怪 應該不用吧 鋰眼是不能一直用的耶 他剛剛講的冷缺應該就是這一個 到了 咳咳咳咳咳 1789年的三級會議 三級會議是由法國的三個社會階級代表所組成 分別為教室第一級 貴族第二級 平民第三級 三級會議並不是英國國會那樣的立法單位 相反的 他的角色是向位高群眾的國王提出見言 我經常想像成為國王是什麼樣子 我第一條想的就是讓所有罪行違法 蹦 就這樣 不客氣 他的舉行次數相當頻繁 在革命開始之前 最後一次三級會議在1614年舉行 三級會議在1789年5月和6月持續了數週 討論國家面臨財政危機 這都要感謝法國政府的財政方面的角色 和美國革命完全不同 不過 這一次會議馬上導致 議程中的幾個項目陷入僵局 究竟三級會議應該舉行各級投票 這會為第一級和第二級帶來有史 還是個別投票 讓票數較多的平民階級帶來有史 在無法解套之下 平民階級的代表開始討論政體重整 而非原本的議程上的財務危機 在平民階級宣布自己成立國民會議 領導國家政治之後 三級會議開始煙消雨傘 第一級和第二級受邀加入議會 但是政治上的風往哪邊吹 一目了然 法國大革命就此揭幕 這個比美國的故事有趣 我比較喜歡這個 如果第一級是教會 第二級是貴族 那麼第三級就是其他人 然而 他包括了乞丐、農民、資產階級 公正員、醫生、律師、工匠、銀行家 甚至是學者 占當時人口的96% 我不認為這代表有96%的人口是學者 要是如此的話 那會是驚人的數太子時期 不過我敢保證你跟我會非常適應其中 在一名為 誰是第三階級的小冊子中 發表於1789年 心愛是寫的 誰是第三階級 每個人 但他們現在在政治中有什麼權利 完全沒有 他們所成為何 成為有分量的階級 沒有了他 什麼都無法完成 如果沒有其他兩個階級 相信戰衣跳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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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現場嗎 這是會議現場嗎 會議現場嗎 會議現場嗎 就算了嗎 接破接破 我觉得他应该会在楼下 没有吗 最终的感觉 最终的感觉 不是这两个 这两个都应该有看到 我刚刚在上面应该有看到啊 又是他们 三级会议代表 三级会议代表 在1789年3月举办了 应选出 578位三级会议代表的投票 代表名单中包含了像 罗伯斯比尔 露尼也 西安市 与虽然是贵族 但选择成为平民代表的 米拉波伯爵 这些平民代表大多 接近三十岁或是三十多岁 平民代表的这些人 身穿黑色素衣 与贵族和神职人员 所穿的奢华 而设着鲜艳的服装 呈现鲜明的对比 此外他们非常鲜瘦 国王 露尼原本没有成来国王的机会 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 于1765年纷纷过世 他的祖父父露尼十五 于1774年去世后 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登记了 路易和他的妻子在七年前都无法为王室提供继承人 此事最成为全法国人的笑柄 这连他们的结婚典礼当天也以悲剧收场 也太惨了吧 因为庶民巴黎人因为失控的烟火修而死 依照某位议员的说法 路易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国王每晚都在说那个早上的错误 也像他的弟弟蔚来的查理时事 所说的毫无挖呼的意思 我试着让路易不要动来动去 但是那是 但是那就像把涂了油的球固定在原地一样 难 说真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变成流行语还蛮惊人的 我要想到一组新的形容 就是拿绳子提豆腐 和请鬼抓药单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拿去用吧 他在19岁登记的这件事 变得越来越麻烦 因为宫廷也没有办法进行改革 路易十五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也难以顾及国内的事物 他的继承人曾梦想着得到严厉的路易国王这样的称号 这样才能和那些采采放任态度和重情深色的主妇产生对比区别 但是大众则认为他是个残弱的路易国王 没关什么残弱的路易国王了 路易本来就是菜市场的名字 谁都可以叫残弱路易啊 但他实际上的作为却反顾来咬了他一口 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法国还要支援富兰克林和华盛顿 这可能会毁掉这个王国 而在1789年时因为债务的关系法国濒临破产的局面 而这样的情况因为与英国伦敦的贸易条约而加剧 英国在科技上领先法国 他们的工业产品以洪水、知识压倒法国 让法国的工艺岌岌可危 甚至革命时的暴徒也使用这些产品 当时因为天后恶劣以及农作欠收的关系 导致食物短缺的情况 于是饿肚子的老百姓就把问题归奏到富人身上 同时间那些远离家乡位居凡尔赛 教生贯养而拎着抚恤津贴的贵族们 则变成了另外一个进一步破坏整个体制的原因 阶层较低的教室团体也有此问题 他们也体验到了大众悲惨的生活 而国王并没有料到此事的发生 贵族很可能会掀起革命 也有可能会成为革命的牺牲者 在1791年的夏天 革命的气息逐渐升温 路易同意了一个从巴黎逃往东边的秘密计划 当地应该是忠诚军队的驻扎底 但是这只皇室成员在瓦雷内被逮捕 这也许是法国君主体制的终点 在8月10日杜乐利遭到入侵时 路易躲进了国民会议里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 没多久他的权力急遭拔除并逮捕 且送至中世纪使用的神殿堡垒 那也是他的一切画下休止符的地方 他的审判没有拖太久 而只是作戏 让大家见证他与亲近的人终将惨败 与他亲近的人 而那些可以证明他无罪的文件 却没有送到他的辩护者手中 简而言之他被误解了 而在法官一开始就裁定他有罪 所谓的绝对君主体制 他甚至还没有进入宫廷掌政 再再影响了他身边的人 他在1789年的9月10 问了当时身为反动派的法国作家 李瓦罗 我该怎么做 而李瓦罗回复他 拿出国王的样子 如果他真的展现国王的气势就好了 路易有对地理与探索的热情 他的嗜好和所将与木架有关 但就和他应尽的责任无关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你千万别相信一个嗜好和所将有关的人 是这样吗 你看他走到哪儿去了 一瞬间知识就解锁了 他还在讲了 然后我去后面等他 那是没有理由 所以 谁或什么会在这里 一个王的王的王的王 一个王的王的王的王 这就是问题 不是这是 一个灵魂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解决这个 无法反应到暴力,不不? 快点,Muko 我认为不是 快点,Muko 我先看一看 资料 奥诺雷米拉波 生于勒比尼翁 米拉波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天花所苦 天花是她脸上流下的豆疤 她的家族颇为富有 她的父亲帮她在骑兵队里安插了一个位置 但是军队并不适合她 年轻的米拉波当时和上校的妻子发生外遇 就在两个人不轮勤 曝光时,米拉波的父亲就将她监禁在雷岛 她的年华就在进出监狱之中度过 她对于应夫债主 她对于应夫债主很有一套 而且她也是一个易怒的丈夫 其后在得书宝福星时,她还诱惑了育友的妻子 并和她一起讨育 她后来定居在阿姆斯特丹 而且和当地多个异教结社有牵连 之后遭警方逮捕 于是又在文生城堡 蹲了三年的苦谣 她也在其间写下许多批判泛国司法 专横本质的文字 当然也写下色情志这样的色情文学作品 在这里我想说 这种找人、拆棉、B站、写些色情小说、反政府的牛郎 刚满就百分之百是法国男人会做的事 我的意思是 她把法国人定义推到一个新的标准 我说的法国人指的是她心中的态度 而不是她法国人的习性 好啦,我是有那个意思没错 这样算是歧视吧 在离开牢狱时光后 她在纽沙特的人生也改变了 她在流亡的时候遇到了所谓的日内娃革命 包含金融家伊田克雷维尔 她在巴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些有才知识集结成米拉波的团队和政治游说组织 他们撰文然后由米拉波签名 这也解释了为何她有如此多的作品 政客总是会请几位写手帮他们捉刀撰文 她用文字的方式攻击许多银行 并向另一位银行家所款 借以偿还她庞大的债务 她也攻击了法国财政总监查尔斯 亚历山大卡路纳 法国国王因此又签署了一封信 她又到了普鲁市度过流亡生活 她也在当地确认 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下的民众 应该团结起来 无论如何贵族们都不想碰这位棘手的侯爵 在革命开始之时 她被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 也因为如此她的政治工作室 则由她的朋友们协助 虽然米拉波是个卓越的演说家 她也仅指于身负发言人的责任 其余是她的著名市集 国王曾为她的服务提供奖励 约莫在1789年的10月 虽然说宫廷的要员 并不在意她提出的建议 她与国王秘密来往的证据 是在杜勒利宫中 一个秘密填盒中被发现的 里面除了其他物品之外 便是两人通信的记录及付款清单 不过在事情败露之后 她已去世16个月之久 在她死前她的健康状况 早已因为放纵的生活形态 而亮起红灯 她的最后一场演说 是由塔列兰代表发表 而文稿则由日内瓦的牧师 伊提恩萨罗尼昂贝兹 雷贝兹所转 你死了 我要在灵魂 你死了 我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快点 快点 I think you can steal from me Ow Ow Not your day is it Victor To your health gentlemen You boys So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Running You boys So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Running Running 外賓呈現藍色而負責維持秩序 如果你被他看到 或擊殺那個人 他們就會攻擊你 從我之前的經驗知道 我必須要逃走 Nic Nic 去 去 接不破 接不破 我現在要回到那裡 我猜他們回家 - 看到了吗? - 没有! - 谢谢大家收看,每天见! - 拜拜!